白云瑞望无离开这个人 把他吓了一跳 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人是谁呀 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 电光侠火玉贵 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 独队孤灯 眉头紧锁 明了个嘎嘎 手脸的虚然在这品茶 衣服在墙上挂着 腰里都挂着七星折铁宝斗 云瑞就问师傅 老师您不是看错了 这不是电光侠回归吗 他能告诉您虚良的人头在哪 还能帮您的忙 我找的就是他 孩子 你不知道的事多的很 你就跟为师我来吧 说话之间 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 双腿一飘 蹭 跳到院里 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 一人两个来到窗台这块 凌空压地声音 怒弥陀佛 火寨主一向可好 贫僧 到了 好 电光侠 火寨瑞贵 抬头 往外的一看 看得清清楚楚 一见窗口 这站俩人 一个和尚 一个俗家 一眼子就看出来了 风僧醉菩提凌空 火寨贵 先是一惊 紧跟着站起身 开门就出来了 来在灵通的境前 聊一步就跪下来 恩人 您这是从哪来 院中并非讲话之所 李边请 老和人一笑点点头 拉云瑞进了屋 就像火寨贵可没进屋 回过山去 吩咐一声 来来 你老伙计 也有新夫人呢 呼拉超过得气不个 摘住烟 摘住烟 有什么吩咐 嗯 把大门拴牢 您把门都给我开好 没有我的话 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 知道吗 我这有特殊的客人 我需要招待 哎 是 全明白了 把这小院把手都登登他 火玉贵一看 没有别的事了 心多少放弃一些 卖不着才进屋 来到屋里边 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 他在旁边垂首一站 凌空也乐了 摘住烟 老僧深夜 前来打脚 居心不忍哪 你怎么不坐下 讲话 让了半天 火于贵这才坐下 老师傅 您这是从哪来 老僧 云游天下 四海为家 哪儿不行来 我今儿晚上 是从昆华港 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 哦 原来如此 那么敢问这位是 电光下一指 白云瑞 凌空没有隐瞒 连辈儿都没打 他 是我徒弟 白语堂之子 白云瑞 是也 啊 就是白天大战 飞剑仙竹量 刀销他 投金的那位 云瑞点点头 哎呀 实境实境 闹了半天 是白公子 白云瑞 真有点糊涂了 看这个意思 这个火于贵 跟老师感情不错呀 这是有身交 多年的熟人啊 不然谈话 能这么随便 一点隐晦都没有吗 书中代言 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火于贵 对凌空这么尊敬 张口恩人 闭口恩人 因为这凌空 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 这个电光下火于贵 人不错 他的原记 是湖广武昌 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 八宝 安善村 火家寨的人 火于贵家称人 直啊 幼年之间 他就学武 接交江湖的英雄 故此 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 就因为他练武 把万贯家财 全挥霍一空 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 为了练武 他连媳妇都不娶 连家口都不要 他说 变走江湖 到处访明人 说这话是十五年前 电光下火于贵 走到黄河渡口 钱花没了 一着急 病倒在殿房 哎呀 到了殿房啊 这一头就扎到床上 起不来了 多大的英雄 就怕有病 身边又没有钱 把带的这点衣物 全都荡卖一空 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 你有钱带我这住着去 你没钱 你马上给我搬家 欠我的账 还得如数还给我 火于贵天大的英雄 躺到床上起不来 还得吃药 还得还账 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 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 说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 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 替我卖了 卖完钱之后 我还你的电饭账 剩下一部分我养病 我好了之后 一定马上离开 你看怎么样 那掌柜的一听 也自好如此了 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 到街上去卖 那事也巧了 正好封僧对普提灵空 出了化园 路过黄河渡口 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 灵空忘了一探头 一看是卖刀的 你看别人是外行啊 光看着不买 另外也买不起 灵空是无数大师 见兵器能不爱吗 他把这刀拿过来 仔细一端详 亲行折贴宝刀啊 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 在一般的来讲 这也不得了啊 哎呀 什么人能舍得把他卖了呢 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啊 他问这掌柜的 这刀要多钱 掌柜的说 你看着给吧 能给二十两银子就行 灵空一听的时候外行 二十两银子 二百也不卖 老河渡说怎么办 这刀我买了 说买呢 他就问这掌柜的 这刀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 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 那你怎么卖呢 大师傅您不知道 我是开店的 我姓王 开的是王家老店 前一日子来个人 就住在我们这儿了 你这人带着病就来了 一头扎床起不来了 吃药 看病 吃饭 不都得花钱呢 他身边钱还不多 都花光了 随身带的衣物 该当的当 该卖的卖 也都没了 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 就等着卖两钱 还我们电饭账 剩下一部分 他好养病 就这么个经过 哦 凌空明白了 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 说这个人现在何处 就在我店房里的呢 这不是我还得出来 替他卖这刀 怎么办吧 你领贫僧 看看这个病人 贫僧我就会治病 不管内外两颗 我全能看得了 要给他治好 早早离开你这个店 不就更好了吗 掌柜的一听挺乐 结果就把凌空罗汉 借到店里去了 凌空呢 一见火欲贵 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行 耗脉之后 家气伤寒 就这样他也住到这个店了 天天诊脉给他看病 亲自服侍他 另外 由和尚花钱 前去抓药 亲自给他煎汤熬药 把店光侠火欲贵 住建的江阳 扶原 又过了一个多月 病好了 火欲贵都没想到 身落遗想 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 跟人家一不沾亲 二不带顾 人家四分我 救了我这条命 我得怎么补报人家 后来店光侠火欲贵 好了之后就问 恩人您是谁 林空也没隐瞒 是贫僧啊 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治僧 人送绰号 封僧最普提 我叫林空 火欲贵一听脑子嗡了一声 少林拔的名僧的第三位 早就听说过没见过 这么高身份的人 把我给救了 把火欲贵感动的哭了 老罗汉 您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怎么答报啊 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 难报恩情之万一啊 林空一乐 我是出家人 普度众生大慈大悲 救一个人 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 你也不要太客气了 我认识你这样人 我也挺高兴 这是你的刀 我还给你 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 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结果把七星折铁宝刀 又还给火欲贵 这火欲贵感激的 无可无不可的 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 打难以后两个人分手 临分手的时候 火欲贵说了 老罗汉 咱这么办 一回生两回熟 将来我混好了 一定到庙上看你去 你就放心 我是个有心的人 可是火欲贵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办的 三年以后 他到了爹云封狼牙剑 投靠了半翅封网点 由于他有能耐 那是侠客的身份 很快就当了二债主 但是火欲贵这个人 是挺正的 他坚决主张 咱们这座山 公买公卖 不要调戏妇女 不要奸道歇音 可我们这些人 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 我们要做坏事 官兵要超山 谁能对抗得了 平日呢 咱们就自重自吃 对于贪官无力 绝不留情 网点也累着呀 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 等他当了二代主 有了钱了 有了地位 有了势力了 他没忘凌空的恩情 带着众礼赶奔平凤陵 偏感凌空正在家 到那块他就跪门 非要送礼不可 凌空是坚持不受 老和尚说得好 当初我救你是巧遇 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 我不图心你给我送礼 你就送多少礼 也买不了你这条命 你这何苦的呢 一次送礼不受 再次送礼不受 这火欲过去 不知道怎么得好了 说师父那究竟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报得了你的恩呢 不管什么事 我一定听明白 这个话说完了 两个人分手了 是的 今天 凌空也没找过他 但这个事太巧了 俩三到不了一块 两个人 自然有见面的机会 你说这个事 阴差阳错 今天真是老凌空找到他头上了 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 说话那么理直气壮 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 凌空知道 火欲过是有心的人 我不叫你干别的 就问你徐良的人头 个的哪 你给帮个忙 整个的你能拨我的面子吗 你当初你怎么说的 他有这个把握 故此直接来见火欲贵 火欲贵也不失前言的 对待恩人的格外的尊重 凌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 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 阵风相对 你死我活呀 火欲贵冒着这危险 绝对替凌空保密 明知的白云瑞 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 那见着面二花没有啊 就得动刀子 但是看在凌空的份上 也像贵宾一样招待 一句错话也不说 火欲贵就问了 老人家 无事不登三宝殿 您要从公馆来的 大概有重要事情吧 有话您就只管说 凡是我能办到的 弥陀佛 火侠客 确实贫僧欲胜为难的事 咱们俩无话不谈 我不要求你干别的 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 你说吧 什么事 看着没 我这徒弟云瑞进山 想要取徐良的人头 不知道您把这人头 放在什么地方 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 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 这要办成了 你放心 下不为例 我绝不给你找麻烦 我对你救命之恩 你就算补报了 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 火依贵心里一翻个 稍微就愣了一下 你看这个事 他真感到为难 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 一个头磕到地下了 哥哥长兄弟短 而且这些年 两个人形影不离 没有王典 哪有他火依贵的今天 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 恨得都崩开了都 我在背着他不知道 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 想来王典知道 拿我当什么人呢 我简直是吃里爬外的 势力小人了 我背叛了巅峰 青松狼牙剑 陆林人得怎么看我 他脸上就露出危难来了 白云瑞看 握紧了刀腕 用眼睛瞅他老师 西说师父看见没 你现在撞了南墙了 这小子没心 他要胆敢不帮忙 您嘴一歪 我拽一刀 我就把他劈在这儿 这白云瑞就讲 就带打的 但是凌空呢 挺沉得住气 火摘主 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 有点太叫你为难了 不 老人家 当初我怎么说的 今天我怎么办 您就别管我多为难 是您的话 我一定得听 您不就是为人头吗 实不相瞒 后山仙人弄 那是假人头 那是个幌子 用蜡做的 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 那里边布满的机关小鞋 地下全是绝命坑 掉下去都活不了 真人头 不在那儿 但哥这个地方 可挺难拿呀 您看这巨翼 分赃厅没 有一座高台 高台后头 有拔扇撒金的屏风 正中央那两扇门 是活动的 开开那两扇门 就是墙 墙上有个暗壁 也是门关着 给那门开开 有个地道通到后面 这地道下头 有一个小笼子 虚凉的人头 就在那搁着呢 这都是网点的主意 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 屏风门一关 墙上的暗门在关上 谁能想象的 就是人头在那搁着呢 而且那块 阴天一晚上 也不带离开人的 谁能进去 偷这人头呢 谁也做不到啊 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 您叫我帮忙 恐怕我难办到 当着网点那面 我怎样下手呢 老人家您说 如果需要我翻脸 我为了报您的恩 宁愿我死 我也得办 诺弥陀佛 行 够意思 够朋友 你能把实底 告诉老僧 我就感恩不尽 冲你这么一说 我听明白了 恐怕你帮着下手 不是容易事 我也不能叫你 为了我 而得具网点 那就强人所难了 好吧 我把话问清楚 我把话问清楚就得 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 你就甭管了 告辞了 说着话 站起来往外就走 云锐紧跟着 火玉贵一把 把灵孔给拉住了 恩人啊 那您的意思是非得到许良的人头 当然了 迫在眉睫非道不可 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 哎呀 是方才我回来 网点还领着众人议事 恐怕这一晚上 他们离不开分赃厅 那老有人 您怎么个道法 除了走屏风门之外 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 恐怕您办不到 这个你就甭管了 多谢啊 咱们后会有期 你放心 你对得起我 我就对得起你 火玉贵不敢多问 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 林虹和云锐 头一晃 翻一身形上墙 跳到院外 安心火玉贵咱不说 咱单表这师徒二人 离开火玉贵的家 到一片密林里头 云锐就问 师父 那么现在 你相信他说的话 相信 这人绝不会骗我 但愿如此 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 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 孩子 这就要看你的了 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啊 说大话的是你呀 取人头的事也是你呀 为师子能给你打帮手 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 这个 师父 我有个冒险的打算 看来现在暗中下手 你不可能 我打算 如此这么办 这么这么办 你看行不 嗯 跟威师小子一块去了 我就看看你小子 学着能耐 用得上用不上 好 你就大胆这么办 不行 有威师给你帮忙 遵命 这白云队的小伙子真横 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 起身赶奔 牵着听 现在的天气 正是三更三点 山上除了大厅 这块灯火辉煌 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 静悄悄的 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 脚踏瓦笼 身形符号 往下观看 可不是吗 半世风亡点 还在当中这坐着呢 往大厅里看 仍然有二三百人 商议什么事呢 七月十五 人头大会 如果这些高人来了 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 怎么招待 什么样人 用什么接待的方法 正研究这些事 因为七月十五 仰看就到了 王点请的人也太多了 七中广成了名的 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 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 你稍微有点不招到 叫人家挑着礼 往后就不好办了 他们在这听了听 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 云瑞轻轻的请示老师 我可以行动了 可以 马上去办 哎 白云瑞不管凌空了 飞身形跳到院外 转身往前走 就敢问巨翼分赃厅的正面 在门口这儿 二规把门 有俩站岗的 白云瑞一看 这俩的个头可不小 就像哼哈二将似的 因为太晚了 这两人有点困了 别看他这站着 一个劲儿有点打瞌睡 云瑞抓紧这个机会 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 抬头一看这位 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 他把掌握中金丝龙林闪电 批一横 哎 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子给耗住了 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他右手一推 齐刷刷 把人头给切下 哭哭 死尸栽倒 对面那个打着个机灵 哎 那意思怎么回事 什么声 还没等看明白呢 被白云一刀就刺尽天心 那小子也死了 与此同时 云瑞参望了他一纵 就跳进中平大厅 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 谁注意这个呀 白云瑞抓紧这机会 跳进来之后 把掌握中的人头一晃 对准座上的半吃风 王典 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 王典低着头 正跟朱亮大伙议事呢 听外的有声音不对 阳头头一看 蹦几个小伙子了 阳手 一个东西奔他来了 王典下的魂不附体 哈 甩脸闪失 往后一躲 这人脑袋没砸着他 正砸到后头的屏风门上 把屏风砸倒 由于云瑞用力过猛 不但把屏风给砸倒 把墙上那两扇暗门 也给砸开了 往左右一份 白云瑞 浑身都是胆 说时时大时快 人头出去 他身子就动了 跟着人头烧着一声 就窜进暗门 这下大厅可开了锅呢 哇 飞人啊 飞击一个人来 进去一个人呢 哇 单说白云瑞 露一下跳到里面 猛击多数之法 他进了一用眼睛一看呢 墙壁上有灯 阳的面是张桌子 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 里面真是一颗人头 他就明白 这人头肯定是真的 就是我徐三哥的 成功不成功 就在此一举 伸手的提起人头 转身就往外走 这人头肯定是真的